- 大家好我是幸福大溫妻 讓我們歡迎MKTV 大家好我是Mita 我是Kubi 歡迎你們兩個來到我們頻道來玩 其實我跟MK他們呢 在頻道剛創立的時候就有約過他們了啦 不過他們平常呢 因為都是在上課 所以比較不好喬 那個時間喬不攏這樣子 嘿嘿 終於讓我等到暑假了齁 對啊那時候聽到幸福大溫妻的時候 我們超開心的 我跟Kubi都很興奮都很期待 對啊真的期待好久了 因為平常我在家裡看電視的時候 都是看到 幸福大溫妻跟龜子君 韓多聰母家豪一起在這裡拍片 那今天我終於有機會可以來到這個場地 一起來拍攝了 那我想要請問兩位一下 你們兩個平常在家裡會常常對戰嗎 常常對戰啊 有時候也會跟爸爸一起對戰 然後有時候表弟過來的時候 也會跟表弟一起玩 不會這樣問呢 是因為我有跟其他有玩寶可夢卡牌的 爸爸媽媽們交流過 那他們都說 小朋友玩寶可夢卡牌有很多的優點 那你們兩個覺得 有玩寶可夢卡牌對你們有什麼優點呢 大概就有可以訓練專注力吧 嗯 還有思考能力啊 數學能力啊 數學能力也很重要 確實 那爸爸媽媽們他們跟我分享的其中像是 訓練思考能力啊 還有牌組構築調配 提升人際關係 以及接受落敗的挫折感 這一點我也覺得很重要 那還有其中一點我覺得很特別 就是家中要兩位以上的孩子呢 通常都可以讓他們自己遊玩寶可夢卡牌 那爸爸媽媽們就可以獲得一些 些微的休息時間可以拿來工作 或是休息 所以我很好奇你們在家裡是不是都這樣做 對啊 每次都是把媽媽在外面工作 然後我跟Coby就自己在書房裡面打牌 那我想先請問一下Coby哦 你可以分享一下 你平常在家裡遊玩寶可夢卡牌 以及你的功課上面有怎樣的時間調配嗎 因為我孩子是小學而已 我現在功課的比較少 所以我會盡量先在學校寫一些功課 如果在學校沒有寫完的話 我會在家裡的時候先把功課寫完 把該做的事情都做完之後呢 我再來跟姐姐啊 或跟爸爸一直一起來打卡牌 才不會打到一半之後呢 又被叫去做什麼事情 要被破終止 就沒有辦法好好打完一場卡牌遊戲了 那Mita你這邊有什麼要分享的嗎 我就是國中嘛 所以功課比較多 那我平日就是沒有空可以打牌 我都是只有假日的時候才可以打 因為假日功課雖然也比較多 可是時間也比較多可以分配 所以我就是假日才可以有時間可以打牌 哦 所以假日才有那個時間可以靈活運用就對了 對啊 哇 你們兩個分配得很充實耶 那今天呢我想請你們兩位 示範一下平常在家裡對戰的樣子給大家看 好 沒問題 沒問題 那在對戰開始之前呢 請你們兩位先向觀眾介紹一下自己的牌組構築吧 那我今天帶來的牌組是 百變怪鯉魚丸 那我的主打手也就是主角 當然就是百變怪啦 百變怪它只有一個招式 就是它的特性突然變化 它可以學習自己氣牌區基礎寶可夢 擁有規則的寶可夢出外 它們擁有的招式 但是需要有足我能量數量才可以哦 那我為什麼會配百變怪呢 就是因為鯉魚王的第二招怒之尾琪 它可以對對手的戰鬥寶可夢造成10點傷害 然後呢再加上自己氣牌區 鯉魚王或者是暴鯉龍的數量乘以30 那如果我鯉魚王站在前台 氣牌區最多就是3張鯉魚王跟4張暴鯉龍 總共就是3721加上這個原本的10點 也就是220點傷害 但是呢如果我讓百變怪站在戰鬥區 既然我氣牌區就可以多一隻鯉魚王 就可以變成250點的傷害 是非常高的傷害哦 那我要怎麼把鯉魚王和暴鯉龍丟去到氣牌區呢 這時候就要使用Pokemon GO新出的寶可補給戰 它的功能是 雙方玩家在自己每個回合可以使用一次 可將自己排庫上方3張卡丟棄 這個情況下 給對手看過其中所有物品卡之後加入手牌 然後把剩下的牌丟棄 如果我真的運氣很好翻到鯉魚王或暴鯉龍的話 那我就可以剛好把它們丟掉 那如果我想要一些物品卡的話 我就可以使用寶可補給戰 再把物品卡抓回來 真的很好用耶 真的 那我的牌組當然還有放一些秘密武器啦 那這個等對戰的時候再給你看吧 哇我好期待哦 好那輪到這邊Mita這邊分享一下 那我今天打的是超夢VSTAR牌組 所以主角當然就是超夢VSTAR啦 那功能就是 將自己場上寶可夢神殺附加 最多3顆超能量丟棄 然後1張乘以90點傷害 所以如果我丟3張超能量 就是270點傷害 那我要怎麼做天人呢 就是用這一張 黑馬雷光王VMAX 它的特性是 從記得手牌選一張超能量 貼到超屬性寶可夢神上 再抽兩張牌 那如果是後攻的話 還可以用這一張 它的功能是 可以選一張超能量卡 附於自己的寶可夢神上 然後因為我是後攻第一回合嘛 所以我就可以從牌庫選3張能量卡 附於自己的1隻寶可夢神上 直接加3顆能量超讚的 哇這張卡我也超愛用的耶 對啊很好用 哇兩邊看起來都很不錯呢 那我們就馬上進入對戰吧 GO 兩位先直線後攻吧 好 請問你要正面還是反面 當然是正面啊 登 哇是反面耶 那我選擇先攻 好 那就米塔後攻了 請多多指教 我是百變怪 我是克雷瑟莉亞 好 那我先攻先抽一張牌 我先貼一顆 3子能量給我的百變怪 然後我先使用一張等級球 我選擇抓的是 鯉魚王 然後我要使用高級球 把暴鯉龍和鯉魚王丟棄 然後再選擇抓一隻 百變怪 第一盒就直接丟兩張了 真的耶 抓出來增加傷害 然後我要把百變怪 嚇到我的備戰區 然後使用相仿鈴鐺 它的功能是 從自己排庫選擇一張 與自己棄牌區名稱相同的一張卡 加速手盤 那我新牌區有暴鯉龍跟鯉魚王 你要選誰呢 我選擇抓的是 暴鯉龍 那我把暴鯉龍加入手牌 然後結束這回換你 哇抽牌 你蠻順的嘛 那我就下一張超夢 V到備戰區 再貼一顆超能量給克雷瑟莉亞 然後再下一張遠古墓地 居然有遠古墓地 剛剛抽到的 使用限機球 然後把遠古墓地丟掉 因為已經有一張了 有兩張 叫一張黑馬雷光王V 然後把黑馬雷光王V下到後台 再使用博士的研究 哇 那麼順啊 我覺得你也很順啊 抽七張 哇 好像 不能動了 那我就使用克雷瑟莉亞第一招 星月生長 從排庫田三顆 基本能量 到一隻寶可夢身上 你要選擇 錢給哪一隻寶可夢呢 當然是特雷瑟莉亞啦 這樣開局最開心了耶 你要不要填給克雷瑟莉亞 這樣他會很開心耶 這樣他會無限消滅 那姐姐會開心嗎 那 我相信抽目等一下還有其他寶可夢可以貼 我就先貼給黑馬雷光王好了 因為他的攻擊需要比較多顆能量 好的 好 結束 歡迎 好 那換我先抽一張牌 然後我貼一顆雙子能量給我的 備戰區的白飯怪 然後因為遠古墓地的關係 其實需要放置兩個傷害指示物 然後我要使用博士的研究 丟掉兩張暴鯉龍 太扯了啦 然後抽七張 然後我要下我的秘密武器 迦洛爾激動鳥V 哇 竟然有這一張暴鯉龍卡 那我要使用激動鳥的特性再構築 可以丟掉兩張牌 然後抽一張牌 那我選擇丟掉鯉魚王 和一個雙重渦輪的量 之後呢抽一張牌 又丟掉一張鯉魚王了 又增加傷害了 又增加好多的傷害呢 加30耶 然後我又使用白飯怪 特性突然變化 然後我要學習鯉魚王的 第二張怒之尾棋 可以打10點傷害 然後增加自己氣排區 鯉魚王和暴鯉龍的數量 乘以30 現在有幾張 那我的氣排區有 3個暴鯉龍和2個鯉魚王 專載是3515加10滴 160點 突然變化變成突然氣絕了 然後我特性就氣絕了 好 拿走一張江山卡 那我派黑馬雷冠王上場 哇Kobi這邊真的是進攻得很快耶 對啊 妳太順了吧 所以有時候祝福白飯怪也可以後攻啊 嗯 然後我用一張進化薰箱 選擇一張進化寶可夢卡 用黑馬雷冠王好了 手提一顆超能量給超夢V 那我進化黑馬雷冠王VMAX 然後使用它的特性 明界之飛 填一顆超能量給超夢 抽兩張 填一抽二 好恐怖喔 那我就直接使用極具之魂 自己保可夢時上超能量 乘以30點傷害 所以12345 打160 氣絕了百變怪 終於老公會放小禮 就只要換弟弟這邊了 好 那我要上一個剛剛扣20的百變怪 好輪到我的回合 我先抽一張牌 然後呢 我要使用寶可夢補給戰 壓掉你的遠古目的 好 那我要使用寶可補給戰 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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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不太好 轉的不太好 轉的就沒啦 但是有一張救援行李箱 可以加入手牌 然後兩個吸叫它沒了 好可憐喔 然後瑪莉姊把救援行李箱洗掉 哇 哈 剛才真的運氣好像不是很好 好 接著呢 我要抽五張 然後你可以抽四張 對我抽四張 可以抽四張也做好 哈哈 好棒喔 我要下一隻百變怪 然後使用等級球 你想做什麼 我要選擇一張 鯉魚王 哇 還要再增加傷害嗎 對我要繼續增加傷害了 要增加30了 不痛 接著我 再使用一顆等級球 那沒有鯉魚王呢 當然要抓 白變怪可愛的低頭 合理合理 有比我超夢可愛嗎 沒有 有 看嗎沒有 哈哈 他們兩個互動真的好可愛 好 然後我要使用 鯉魚王的特性再構築 我要把兩張的鯉魚王丟棄 然後抽一張牌 然後我剛好又抽到等級球了 我再猜一張等級球 我這樣百變怪大軍可以出動嗎 沒有 你沒有百變怪的 剛剛被我棄絕一隻 啊 我都百變怪啊 好 那我抓一隻馬那飛吧 避免你的超夢壞壞 然後我要使用 百變怪的特性 突然變化 那我現在氣牌區有 三張暴鯉龍和 四張鯉魚王 所以總共是七張 那我現在是七三二十一 然後加上十點 所以是 兩百二十點傷害 好痛喔 好 那再來換我 抽一張 哇 這我怎麼搭 有點不妙囉 哭鬧了 哭鬧了 背貴折寶寶寶真的很難戴耶 氣絕了才拿一張而已 然後傷害又很高 進化薰箱 拉一隻超夢出來好了 教一張超夢VSTAR 然後 進化超夢VSTAR 突然被你進化了 好帥 物資水晶 那我先叫 超能量好了 然後我再用 獻祭球 把超能量丟棄 呃 你的超能量好可憐啊 對啊好可憐喔 再教一張 黑馬雷冠王V 到後台 那用黑馬雷冠王VMAX的特性 貼一顆給 備戰的黑馬雷冠王 再抽兩張 有點難打耶 行不行 我這個手牌也有點不好耶 你的手牌有幾張 一張 你要馬力猛嗎 這一張 那好像沒辦法馬力 馬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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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只好用 你同於V的特性吧 那我就教一張博士好了 我的博士咧 在這裡 博士的研究 好 何必如此 鞋牌 這要跟旺蘿吧 把你的超夢VSTAR丟掉 不行 我也想教旺蘿把前面這隻丟掉 呵呵呵 博士的研究 抽七張 有一顆氣球吧 嗯 嗯 有一顆氣球可以讓我撤退 那我就換成這一隻 超夢VSTAR上去 為什麼要這樣對待我 到 戰鬥區 好 那我應該沒有事情可以做了 我就使用他的精神光芒 丟一顆超能量 打90點傷害 哇 氣絕掉你的百變怪 氣絕 好痛喔 呵呵呵 好 那我要讓百變怪到戰鬥場 百變怪 那換我的回合抽牌 競牌吧 神聖的一張牌 有嗎 有東西嗎 不神聖 沒關係你還有寶可補給站可以用 好那我使用寶可補給站 一張 兩張 三張 哇 哇 我的豬啊 哇 豬了病 你怎麼都 你怎麼都丟棄掉的都是支援者啊 好可惜喔 好可惜喔 那我要使用相仿鈴鐺 我要選擇剛剛氣牌去擁有的 暴鯉龍 加入手牌 好 那 玩一波 集中的阿特性再購足 丟掉一張暴鯉龍和一張寶可補給站 然後抽一張牌 有沒有 博士的眼角 有嗎 很像 很像 終於換弟弟這邊要思考一下了耶 好那我貼一個 氣球給百變怪 之後呢 要讓百變怪側退換成馬那飛 喔 要保護一下 好 換你 你就裡面讓馬那飛氣絕 不要讓百變怪氣絕就是了 那我百變怪就比較可愛啊 那我就 使用高級球 丟一張高級球 和一顆 和冒險膠的發現好了 然後 然後交一張 黑馬雷過王VMAX 你玩那麼小 好奇怪 我快不行 進化黑馬雷過王VMAX 用黑馬雷過王VMAX的特性 貼一顆超能量 再抽兩張 二 那我再下一張超夢好了 然後用另外一隻 黑馬雷過王VMAX的特性 貼一顆超能量 再抽兩張 哇 有了有了 怎麼了 發生什麼事了 你要幹嘛 雖然沒有老大 但是我有忘羅 哇你要幹嘛 選擇一隻自己背戰區的寶可夢V 然後把這一隻 這張這張這張 我推薦這張 沒有我要這一張 然後把這一隻寶可夢身上 鎖附加卡全部丟棄 所以 這一張受傷220點的 黑馬雷過王VMAX 就直接 進到氣排去 哇 然後再使用 掉桿 把剛剛丟掉的 全部都撿回來 哇 這不虧不虧 黑馬雷過王一組 加兩顆超能量 把它洗回排庫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你欺騙我的感情 來 切排 2 那我剛剛 把黑馬雷過王丟掉了 所以 再把小隻的抓出來好了 物資水晶 叫黑馬雷過王V 到備戰區 我快要撐不下去了 來吧 切排 你快要撐不下去了 你快要撐不下去了 已經開始覺得壓力大了 哈哈 那我就使用精神光芒 丟一張超能量 打90 其實就要你的馬納飛 我的馬納飛 抽一張獎的卡 輪到我的抽一張 有了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真的有了真的有了 那我先貼一顆氣球給 加勒爾吉隆娘V 然後我要使用 竹籃的霸氣 哇 來了正式時候 因為我剛剛的馬納飛被棄絕了 然後我可以把手牌抽到八張 我現在手牌有一張 所以我可以抽七張 太扯了 太棒了 5 6 7 然後我要使用 普通釣竿 哇 哇 再把我剛剛被棄絕的兩個百變怪 百變怪大軍又回來了 真的耶 百變怪大軍 重返陣營 好不容易棄絕掉兩隻 但是還沒出戰 現在又變成四隻了 然後呢 再開一顆仙蹟球 丟掉我們的高級球 再抓一隻百變怪 好強啊 百變怪大軍回來了 接著呢我下一隻百變怪 再到我的背上去 然後呢 起一個 雙子能量附於我的百變怪 再附於一個 講究腰帶到我的百變怪 真的 完蛋了 然後我要讓 氣球百變怪撤退 換成 擁有講究腰帶的百變怪 然後我要再讀一波 使用 寶可補給戰 把牌服上方 擅長牌 丟掉 喔 哇 尷尬 居然 把雙子能量 跟博士研究丟掉了 沒關係我進了一張仙蹟球 至少我要使用百變怪的特性 突然變化 然後學習鯉魚王的第二招 怒之尾氣 那你有幾張呢 那我現在的鯉魚王有四張 四張 暴鯉龍也有四張 哇 所以3824加百變怪 原本的10點是250 是 再加上講究腰帶的30點 剛好氣絕超目VSTAR 哇 氣絕了 280就這樣沒了 這樣我就可以拿到兩張的江山卡 哇追上來囉 直接被追上去耶 真的 直接開始流汗了嗎 上一張超夢V好了 然後抽一張 先手貼一顆超能量 然後使用博士的研究 你又要抽三張丟棄 然後抽七張 應該有VSTAR了吧 沒有怎麼辦 黑馬雷光王特性 貼一顆超能量 再抽兩張 兩張有沒有 兩張 抽到了 VSTAR 他竟然被你抽到喔 沒錯 抽到了 再使用能量回收 把剛剛被氣絕超夢車上的 兩顆超能量拿回來 哇 你怎麼這樣子啊 只要我心會痛苦 你不會的 那我就再進化一張黑馬雷光王VMAX 又被你進化到了 沒錯 再使用他的特性 貼一顆基本超能量 再抽兩張 我感覺你的牌坑是不是快要沒了啊 撐得住的 一定撐得住的 好 那就使用他的精神光芒 要打90點傷害 哇 他又轉就要帶一根雙子能量耶 居然氣絕了 帶一張獎傷卡 我是兩張獎傷卡囉 喔 好 那我要派擁有氣球的百分怪到戰鬥場 好輪到我的回合 先抽一張牌 然後我要再使用一顆 剩機球 丟掉洗脆承重球 然後我要抓 加勒爾極動鳥V 還有喔 好 給你切牌 這樣就有兩張了耶 然後我要把這隻 加勒爾極動鳥V 起來到我的備戰區 然後使用加勒爾極動鳥V的特性再構築 把我的光輝摔久印人 和博士的研究丟掉 然後抽一張牌 所以你現在是想要拼能量對不對 我想一下 應該可以喔 你還有一張極動鳥的特性 那 下不太行 已經很好好喔 還有提醒一下 好 那 我要使用老大的指令 老大 把你的黑馬雷光VMAX抓出來 你想要罰磚是不是 那我要切一顆 給我的百變怪 然後使用百變怪的特性 突然變化 然後一樣 學習我剛剛鯉魚王的第二招 怒之尾棋 我氣牌區一樣有四張鯉魚王 跟四張暴鯉龍 所以總共是250點 然後再減掉雙重渦能量的20點 所以是230點 哇230 好那再來換我了 先抽一張 哇我現在需要拼的是氣球耶 那我先把牌庫裡可以壓的東西 都壓一壓好了 還有嗎 還有我看到了還有 好 先抓一張超能量 手剩無幾了 對啊 我先算一下這兩樣書夠不夠 應該可以吧 黑馬雷光王VMAX的特性 貼一顆超能量 抽兩張 哇 物資水晶 切牌 還有一隻 我用那一隻抽就好了 真的賭了賭了賭了 有了啦我剛剛有看到 你要賭了嗎 特性 再貼一張超能量 然後我牌庫就沒了 暫時抽兩張 我就使用我的氣球 滑下去 換黑馬雷光王VMAX上去 那我現在總共幾顆了 一二三四五六六張 六三十八一百九 那我再來手添一顆 基本超能量 我現在總共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三二十一 兩百二十點傷害 兩百二十點傷害 那我就使用老大的指令 哇你怎麼有老大的指令 那當然是把後台的加勒的急凍鳥抓上來啦 抓到戰鬥區 然後使用他的 極具之魂 打兩百二十點傷害 弃絕掉你的急凍鳥 哇我的加勒的急凍鳥被弃絕了 我再拿 我拿兩張 那最後獎傷卡 然後我就獲勝了 耶 耶 恭喜Visa獲得這一場比賽的勝利 太棒了耶 你們兩個平常對戰模樣也太可愛了吧 互動性真的滿點耶 自然有時候可能玩一玩 就會吵架啦 好可愛喔 好啦那請我們兩個分享一下 今天的戰後心得 好啦Mita先 我一開始的時候 獎勵卡是落後的嘛 他是非龜子寶可夢 如果我棄絕他一隻百變怪 或其他寶可夢 我只能拿一張獎傷卡 對啊 可是如果他棄絕我任何一隻寶可夢 他都可以拿兩張獎勵卡 兩張甚至三張 就除了一開始的 克雷瑟莉亞而已 所以我這一種牌 打那一種非龜子寶可夢 真的是有夠難打的 有點辛苦 那最後我排庫沒了 但是還好你有下 加勒爾極動鳥V 所以我可以棄絕掉 加勒爾極動鳥V 直接拿最後兩張獎傷卡 就獲勝了 那我排庫裡又有放這兩張 剛剛沒有用到的 有加勒爾極動鳥和賽寶麗 那加勒爾極動鳥也是一個天人手段 因為他從手排下下去被戰區的時候 可以用他的特性 從手排貼兩顆基本超能量 貼到這隻加勒爾極動鳥的身上 所以就直接增加兩個能量的傷害了 然後他的攻擊又可以用 三顆能量打隨便一隻120 那還有這一張賽寶麗 我記得這一張賽寶麗 應該是對每一副牌都很有用的 他出的時候可以把對手的被戰區 丟到4 現在3張寶可夢 所以像Coby剛剛那樣子 很多百變怪 然後又加兩隻幾動鳥的時候 出一張賽寶麗 我就可以把兩隻幾動鳥交掉了 哇 就可以從牌庫抽3張牌 很好綠牌 那Coby今天你有什麼心得呢 很可惜啊 我在我的騎手一回合 沒有拿到能量 然後呢 在最後又被姊姊拿到老大 就很可惜 就是差一點就可以贏姊姊了 差一點就可以獲勝了 對就是他那一回合的能量 那其實呢 我這副牌放的加勒爾極動鳥V 我本來也在想要不要放奇諾力鼠 但是呢我覺得奇諾力鼠 它要進化 就可能沒有辦法整個後攻 我自己打一個很高傷害的 那極動鳥是基礎嘛 所以第一回合就可以直接下到被戰區 然後呢丟兩張鯉魚王還是暴鯉龍呢 然後就可以抽一張 讓我的氣牌區 可以快速的增加鯉魚王和暴鯉龍的數量 真的很快耶 然後我還有放冰冰的後援 它的功能是 從自己氣牌區選擇寶可夢 寶可夢道具 進氣場和一張能量 然後放回牌庫重新 當我沒有能量的時候呢 就可以用這張冰冰的後援 把我要的東西就是洗回去 讓我可以有更好的續戰能力 而且它不是基本能量耶 它特殊能量也可以洗回去 真的 超強的 如果想要知道 今天兩位使用的卡表在這邊 兩個孩子呢 在家裡自己遊玩寶可夢卡牌 真的是有很多的優點耶 爸媽可以稍微有自己的時間 那小朋友呢 可以專注在卡牌上面 少看一點電視也很不錯啦 那看來我要考慮來生個餓寶了 好啦 喜歡我們影片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接下來的商片通知 我是幸福大人文綺 我是拉迪歐斯米卡 我是多人寶可夢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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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了 谢谢观看